大家好我是老叶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多 我已经收拾完装备准备出发了 昨天晚上由于睡在这边桥下面 确实是非常的吵 根本就没有睡觉 最多最多只眯了一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多一点点 再加上现在装备 因为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 然后也没地方换 所以今天决定骑到福建的松西县 去找个宾馆 然后把身上所有的装备都烘干 然后再继续出发 现在外面还在飘着雨 我要加快了 这边离松西县有100多公里吧 尽量祈祷吧 今天也有可能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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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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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学生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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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方法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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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23块钱 还有送汤和饭 今天骑行了120公里左右吧 可能还要多一点 早上脸也没洗牙也没刷 拼命的在赶路 然后饭也没吃 就在路上买了10块钱的草莓 然后还有自己剩了一点点的橘子 然后就吃了点 然后就喝了点水 一直拼命的在赶 然后到达宾馆之后 腿都软掉了 等于说 站不起来了 幸亏楼下走下去 大概几十米路吧 就有一家快餐店 然后就进去狼童虎宴的 刚刚吃了一顿 全部把它吃完了 我现在找到这家宾馆 100多块钱吧 120多130左右吧 我以为它是有洗衣机的 我所以才选的好一点 稍微贵一点 结果一问 它没有洗衣机 哇靠 那我还不如定几十块钱 那种宾馆的 也不会比这个差的 也有那个洗衣机的 那等一下 现在还要手动洗了 然后明天干不干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将负重减轻了很少 没想到刚刚在楼下 没克制住 一买就买了 又买了这么多水果 我刚刚拎了一下 大概有十斤重左右 哇靠这个明天怎么怎么带 我现在在犹豫了 今天到松西这边也没有提示牌 然后也没有提示浙江到福建交接的地方 也没有提示 然后我就一直在骑 一直在骑 也有可能是我没有看到 什么福建人民欢迎您 这个制度没有看到 反正一直在冲冲中的赶路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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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